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制定了东西两条禁军路线 西路目标是夺取都城长安 东路目标则是禁军江淮地带 照理说禁军长安的难度应该远高于江淮地区 毕竟保卫都城的防御力量要远高于东方 加之还有境内首险的同官扼住了叛军西进的步伐 但结果却往往出人意料 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 听信宦官监军编令城的谗言临阵斩大将 除了屡战屡败的风长清外 连同速来骁勇善战的高先知也上了断头台 随后又强行启用暴病的拢幼节度使戈书汉进驻同官 原本戈书汉打算聚首同官不出 结果玄宗因受阳国中挑拨 催促戈书汉主动出击 唐军决策上频频出错 一路节节败退 同官失守 京畿岌岌可危 公元756年 李亨在05即位 遵玄宗为太上皇 全权主持国事 开始组织反击安使叛军的军事行动 自年安禄山之子安庆旭 联合中书侍郎严庄试杀安禄山自立为帝 在唐军的竭力反扑之下 安庆旭唯恐局势有变 于是加快了东晋的步伐 他派部将尹紫棋 率铜锣 突厥 西等部族精锐兵力与扬朝宗会合 共十几万人夺取江淮 东方的江淮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古曰天下赋税仰仗江淮 一旦江淮失守 就意味着唐军的后勤失去了保障 而虽扬则是江淮的门户 因此尹紫棋夺取虽扬可谓势在必行 此时聚守虽扬的正是虽扬太守徐远 甄元县令张寻 张寻虽是近世文人出身 但他从小博览寻书 通晓战阵兵法素有大志 他为人清正连结 高义博云从不攀附结党 因此为官多年还只是个小小的县令 天保十五载 燕军将领张通雾 宫县宋 曹等周 乔骏太守杨万石投降燕军 而甄元县正是在乔骏的侠地内 杨万石降敌后又逼张寻为长使 并令其向西接应燕军 张寻得之后很气愤 率立民大哭于甄元玄元皇帝子 然后聚众起兵 官民主动投校的有数千人 张寻挑选壮勇之师一千人 欺赏雍秋与甲奔会师 最初 雍秋县长灵狐朝现出县城投降燕军 燕军命他当大将 东下攻击淮阳郡增援相议的救兵 大破淮阳军俘虏一百余人 囚禁雍秋城里 在灵狐朝前往静夜河南节度时 李廷旺期间 俘虏趁机暴动 击斩首位 灵狐朝不能回旧 只好抛弃妻子儿女逃走 所以甲奔得以利用机会进入雍秋 灵狐朝出逃不久 又率领燕军前来意图夺回雍秋 甲奔在战中身死 保卫雍秋的重任落在了张寻身上 这场战事一直僵持了十个月之久 在张寻的指挥下 燕军面对仅有三千多人把守的雍秋 束手无策 屡屡兵败而回 只好在雍秋北面的齐州 构筑齐州城 以断张寻的粮食不及 这期间 鲁郡东平相继被燕军攻陷 继殷郡太守 县郡投降燕军 叛将杨朝宗率步骑兵两万 意图攻取凝陵 以断张寻后路 于是张寻主动放弃雍秋 率马三百匹 将士三千余人 以师向东 坚守凝陵 时宇 虽阳太守 徐远 成父令瑶寅等 在宁陵和兵 杨朝宗率兵进至宁陵城西北后 张寻 徐远 派部将雷万春 南继云 领兵迎战 经过一昼夜激烈厮杀 大破 杨朝宗部 杀叛将二十元 斩首万余级 因战功显赫 唐素宗 下赤书 任命张寻为河南节度赴使 但宁陵毕竟不是军阵重地 公元757年正月 得知 尹紫棋 集兵十三万 进逼碎阳后 张寻立即率领军队前往碎阳 尽管张寻和徐远在碎阳和兵 但二人的军队加起来 还不到七千人 以七千占十三万 无异于重避俱折 但此时的张寻 已经别无选择了 他从雍秋 辗转宁陵 再从宁陵辗转碎阳的原因 除了敌军的步步相逼之外 主要是基于后方还有退路 但是虽扬不一样 虽扬一旦沦陷 就意味着敞开了东方的大门 叛军将轻而易举的踏平整个富饶的江淮流域 于是张寻和徐远一合计决定死守虽扬 而对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尹紫棋 自然认为功成轻而易举 因此命令士兵接连不断地冲锋 以求速战速决 对于示威的守城军来说 似乎坚守避战是最有效的办法 但张寻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主动寻找战机 面对燕军的不断来犯 张寻将城内士兵分裂数队 亲自督战指挥 根据敌情判断 伺机而动 双方日夜不停地苦战 有时一天多达二十次交锋 张寻却依旧指挥若定 士气也因此丝毫不见衰弱 经历了十多日的苦战 守城军升勤燕军将领 六十余人 格杀士卒 两万余人 士气倍增 燕军只好趁夜撤退 徐远看到连日来取得的战果 自认为才能不及张寻 对他说道 我性情如若 又不等军事 而你智勇双全 我替你守卫 你替我作战 从此之后 徐远把军权交出 只负责征调梁末修理武器 提供后勤补充 军事计划及行动 全由张寻负责 在关尹子齐 他显然没有料到 在这样巨大的优势下 几方军队不仅没有攻下城池 且损失惨重 战事的势力 更加激发了他的好胜心 整顿兵马后 他又率领军众 好好伤伤的 陈兵衰扬城下 这一次 尹子齐并没有一味的强攻 在战前 衰扬守军中的一员大将 田秀荣秘密联络此前 归降燕军的李涛 准备和尹子齐来个理应外合 早上张寻派大将 田秀荣出城迎战 这时 徐远得到密报说 田秀荣早已暗中私通叛军 并约定以带碧绿帽子出战 作为暗号 勾结叛军图谋不轨 于是 徐远登上城楼仔细观察 发觉田秀荣出阵时 果然头戴绿亏 徐远连忙把这一紧急情况 告诉张寻 田秀荣有意摧毁守城金锐 因此假意败回城内 对张寻禀告 此次战败 是我故意麻痹敌人 请再给我一只金锐的骑兵 定能出奇之胜 根据徐远提供的情报 张寻干脆将计就计 将田秀荣斩杀 随后派遣金锐骑兵 头戴绿帽 假装接应人 混入敌阵 叛军未有防备 面对唐军的来袭 慌不择路 瞬间溃败 唐军也因此缴获了 大量武器 马匹和其他物资 张寻把这些战利品 都分给了将士 自己分得毫不要 这次大戒之后 朝廷拜张寻 为御旨中城 徐远为戴御旨 姚寅为吏部郎中 因此其战士频频失利 可决心确实 欲挫欲勇 不久又卷土重来 张寻对将士们说 无蒙尚恩 贼若复来 正有私耳 诸君虽捐躯 而赏不执勋 以此痛恨 将士们情绪激动 誓言奋勇杀敌 张寻遂下令 杀牛宰羊 大燕士族 全军出动作战 张寻手举大旗 率各将领 直冲敌阵 燕军崩溃 张寻斩敌军将领 三十余人 杀士族三千余人 追击数十里 第二天 燕军集结 再回到城下 张寻出战 日夜不停 会展数十回合 每次都摧折燕军的锐气 但燕军仍不断攻城 到了五月 正式卖手季节 叛军在城外收卖 以充军粮 张寻在城上看到后 集结士兵 雷鼓做出预战的样子 燕军得到情报 立刻停止收卖待战 从傍晚到第二天天亮 彻夜戒备 可是天亮之后 张寻下令 停止雷鼓解散部队 这时张寻止住雷鼓 让军事做出休息的样子 叛军见状 放松了警惕 张寻抓住时机 命将军 南继云 征兵府副司令 雷万春等十余位将领 各率骑兵五十人 大开城门突击 直冲燕军营阵 抵达尹子齐军旗之下 营中煞石大乱 唐军杀燕军将领 五十余人 士族五千余人 与此同时 有叛军大将率 一千余骑兵 直逼城下 招张寻投降 张寻在城上 一边与敌将答话 一边暗命勇士 几十人手持钩 末刀 强弩从城上掉下 潜入无水的护城豪中 趁城外叛军 依仗人多势众 并不戒备时 勇士们奋勇杀出 叛军猝不及防 损伤了很多人马 虽然张寻多次 挫伤尹子齐部队 但终究是实力悬殊 加之燕军又屡得增兵 而城内的守城军 已经被围了太久 粮草告庆外无增援 于是张寻又想出了一记 秦贼先秦王 然而尹子齐 常常密身在敌军将领之中 守成军 没有人认识他 张寻于是用削尖了的草剑 当作铁剑射击 士兵剑状大为惊喜 认为张寻的剑已经用完 拿着草剑飞奔前去报告尹子齐 就在这时 张寻命南纪云发现 一剑射中尹子齐的左眼 人随剑冲几乎把尹子齐生擒 尹子齐狼狈退走 先前 虽阳俊郡长 徐远在城里积蓄粮食 多达六万弹 国王李俊制定分一半给蒲阳 纪阴二郡 徐远坚决反对 李俊拒不采纳 不料纪阴郡在得到粮食后 即刻投降了燕军 而虽阳郡的粮食已经吃光 将士们每天只分到一盒米 另外颤杂茶叶 纸张 树皮 搅拌在一起煮吃 城内士组只剩下1600人 而且都饿得骨瘦如柴 或身染疾病 无法出击作战 反观燕军 运输线畅动无阻 粮食充足 战败之后重新补充再战 因此燕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逼近城池 燕军开始使用云梯 一直推进到城下 打算跳到城里 张寻事先在城墙上 凿出三个大洞 等到云梯推进时 一个洞口伸出一根木棍 末端绑着铁钩 勾住云梯 使他不能后退 另一个洞口伸出一根木棍 抵住云梯 使他不能前进 第三个洞口伸出一根木棍 末端绑着铁龙 铁龙里盛满力火 伸到云梯中间燃烧 煞时间 云梯折断 上面的精兵全部烧死 一计不成 再是一计 燕军发动钩车 砖钩城上低楼 张寻用大的木头 末端装着铁链 铁链末端装着巨大铁环 正好套住铁钩 用吊车 连钩带车吊起来 吊到城里 砍断铁钩 燕军又制造木驴 用来掩护士族工程 张寻融化金属 从城上倾斜而下 木驴立刻化成一团交辉 燕军在隋阳城 西北方堆积木柴 铸成一个梯形长堤 用来发动攀城攻击 张寻不动声色 每天夜晚派人暗中 把含有大量油脂的松木和干草 塞到沙土袋下面的木柴里 始于天后 张寻率军出城攻击 趁势顺风纵火 木柴燃烧 燕军无法施救 历时二十余日 大火才灭 张寻随境变的手段 另引仔细折服 他放弃了强行工程计划 而在城外挖掘三重壕沟 设立栅栏 围困张寻 防他突围 到最后 岁阳俊守军除了死伤之外 只剩下了六百人 张寻守东北城 徐远守西南城 二人跟士族 一同主持茶叶 指张 整个岁阳城 譬如炼狱 到处都充斥着死亡的气息 张寻别无他法 只得命南济云 率三十位起兵 突围求援 当时许书记在乔郡 上衡在彭城郡 赫兰晋明在临淮郡 都拥有大军 南济云貌似突围 向许书记求援 然而许书记 非但不救援 还送了他千匹部署 他只好又赶往临淮 觐见赫兰晋明 对他说道 虽阳郡一旦陷落 燕军下一个目标 就是临淮郡 两郡存亡齿寒 您不能不救啊 赫兰晋明 季度张寻 许远之声微功绩 高于自己 不肯出师相救 但他又喜爱 南济云的勇舞 于是摆下酒席 由乐队伴奏 请南济云入座 南济云慷慨悲愤 痛哭道 我来的时候 虽阳郡城里的人 已经一个月 没有吃东西 我即便是想吃东西 又怎么咽得下去呢 说吧 咬下自己一根手指说道 我既辜负了 张将军的重托 就留下这根手指 已是我来过 南济云随即动身离开 快要出城的时候 万念俱灰的他抽出一支剑 射向佛色的高塔 剑射中在塔上说道 无归破贼 必灭贺兰 此失所以至也 然而 这句誓言却终究 没有等来实现的那一天 南济云多方求援无果后 决定返回随阳 在回城中经过凝陵 会同守将连坦 率领步骑兵三千人东下 南济云等杀入随阳重围 一面战斗 一面挺进 战斗猛烈 好不容易抵达城下 死伤累累 只剩下一千人进城 城中守军将士 得知援军无望 哀嚎不已 而燕军也知道 虽阳郡外援断绝 包围愈发紧急 守城军在茶叶纸张 吃完之后 杀战马吞食 战马吃完之后 爬到树上捕捉麻雀 挖掘墙下老鼠 而麻雀老鼠也被吃完 绝境之中 张寻带头杀了他的气势 局员也献出了他的仆从 人相一时 最后全城只剩下四百人 10月9日 燕军登上城墙 唐政府守军将士染病在身 不能作战 张寻面向西方下跪叩头 向皇帝摇摇奏报说 臣志勇俱接 不能施恶强扣 保守孤城 臣虽为鬼 誓与贼为利 以达明恩 虽阳郡 虽告陷落 张寻许远同辈俘虏 尹子齐问张寻 听说你每次出战 连牙齿都咬碎 为什么 张寻说 我立志吞灭逆贼 只恨力量不足 尹子齐用刀撬开他的嘴巴查看 牙齿果然只剩下了三次科 燕军又用刀 威逼张寻投降 张寻不屈服 随即被拉走 行将斩首 又威逼南继云投降 南继云没有回答 张寻对南继云呼喊道 南八 男儿死儿 不可谓不已屈 南继云笑着回答说 我原想要有所作为 现在您说这话 我敢不死吗 最终张寻 徐远 南继云等被俘的三十几名大将 无一人投降 全部被处死 就在随扬被攻破的前一个月 唐军在湘基山大败安庆续部 收复了京城长安 扭转了大唐的命运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 要归功于张寻 在随扬坚守了十月之久 这不仅为大唐主力分散了兵力 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也保障了唐军的后勤 虽扬陷落的第三天 河南节度使张稿带兵赶到 打退了叛军 在七天后 郭子怡收复了洛阳 大唐的河山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颜色 然而 虽扬城埋下的遍地骸骨 却到死都没能看到一丝光亮